各位你好,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就发表在Global Research的网站上面 我会在下面将文章的地址留下,大家可以直接上去看 不过我今次是想用葛东话,和大家讲讲这篇文章主要的内容 作者本身就是前美国的财政部长 他在财政部工作了很久 他本身是一个很出名的经济学家 他指出自从2009年6月之后 美国人生活在一个幻觉之中,以为美国的经济已经复苏 他提出很多点证明美国的经济是没有复苏的 而且政府刻意地扭曲那些数字 来做一个印象,觉得美国的经济真的复苏了 他举的例子有几样东西 第一个例子是Participation Rate 什么叫Participation Rate 我会顺便向大家解释一下 一般来说,如果我们要工作,就是上班 你有参与社会工作 如果你是没有上班的 有很多可能的情况是你没有上班 例如你是学生,你没有上班 或者你是退休,你没有上班 或者你找不到工作,你没有上班 所以有很多情况是 可以说Participation Rate 和Unemployment有些不同 美国政府怎样定义Unemployment 他定义的方法就是在那个人失业之后 在一段时间受到政府的失业津贴的时候 而是在找工作 那些人就会继续到Unemployment 如果你过了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的话 或者你找不到工作 但又太烦 不想再给他们的福利署 是逼他要做一些无谓的所谓的工作 那他就会不再拿这个 失业保障的钱 也不能拿 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政府将这些人不计在内 所以他那个所谓Unemployment Rate 主为指现时在受到失业保障之下 而在找工作的人的比例 这个Unemployment Rate 大约是3%左右 但如果我们看看Perticipation Rate 有多少人实实在是参与经济活动的话 一直以来 那个经济活动 现在大了62.8% 由2009年6月的65.7% 变成2019年5月的62.8% 换句话说 在这段时间之中 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少了 Perticipation Rate是指你有参与活动 你由65至62% 即是少了人参与经济活动 可以有很多解释 例如他人退休 有足够的生活 不需要工作 之类之类 但是这个作者也指出 如果大家去一去 美国的Walmart 即是他们最大的市场 看看里面的工作人 很多应该退休人士 但仍然在工作 即是换句话说 这些退休人士 所能够领取到的 所谓退休金 或者他本身的退休的准备 所谓的钱是不足够 他需要和这些年轻人 是抢这个工作 而Walmart 就是将这个工作给了他 即是换句话说 本来这个工作 应该由一个年轻人去做 现在就给一些 已经应该退休的人士做 反映两样东西 或者是退休的生活不足 如果生活足够 不必再做事 你已经退休了 但你要再做事 这是一样东西 这个看来好似的东西 就是一直以来 另外他们的房产物业 抗展速度 我们知道如果你的经济好 自然很多人就会去买物业 但如果你的经济不好 你负担不起 你不会去买物业 现在 现在美国地产的增长率 是一年来的 是1.3% 这是非常之低的一个增长率 到底你的人是有 有些人会慢慢 就会成年离开家 离开家 很多时候就需要有物业 如果可以负担得起 很多人都会说 我负担得起 我不如去买物业 现在物业市场的抗战速度 只有1.8% 换句话说 很多年青人都负担不起 去买一个物业 来独留居住 另一件事就是 美国人工实际的增长 美国人工实际上 我想我前面也说过 我昨天说了一个原因就是 美国的人工在低下阶层 基本上没有增长 即是说 在人工分佈下面 大约60%的人 在第三个Quinta 基本上是过去的几十年是平的 但是在美国的TOP Quinta 即最顶的20%的人 他们的收入增加得很快 而美国满身低下价值60%的人 是增长得很慢 或者没有增长 甚至是负 我上次说过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 有美国的公司 把他们的生产 搬到一些便宜的地方 包括中国在内 那后果对美国是怎样呢 这个作者说 当你把你的工作搬离之后 即是换句话说 美国的人就会失业 因为你本来是帮忙做一些东西 现在那个工厂就离了 那你就没什么要做 没什么要做之余 你的购买力自然下降 你的购买力下降 即是换句话说 你的公司本身就卖不到这么多东西了 你本来是在外面做完拿回来买 那你卖不到 那你卖不到 那你便做少一点 对不对 或者是这样的方法 你又将那些购买的东西 减低价钱 便宜一点 对不对 那这个方法 现在美国在行这个 但是那个 总的后果来说 这些公司 赚大钱 但是 美国的市民 就得不到那个利益 因为那些钱赚到之后 他就不是分给那些工人 那些工人已经没有了 是分给那些股东 那些 所以上面有钱 有资产的人 有资产的人 就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有好的回报 但是 对一般打工仔来说 就生为困难了 那我上次也说过 美国那些人 如何面对这个问题 借了 是吧 而呢 银行有很多钱 因为这些公司赚到钱 那你便可以借给他们 在这个情况之下 很多时候 当你借借下 去到某个点的时候 你就发觉你还不起了 你还不起了 就会引致有个泡沫 那意思是爆了 爆完就全部倒了 我们知道在 譬如在2008年 那次的全球经济 那个大衰退 美国公司做了什么 美国政府做了什么 它就救了一些所谓 to big to fail 那些银行 那时就扔大量钱给这些银行 给这些企业 那这些企业拿到这些钱来做什么 如果这些企业觉得 在美国将来的市场有的话 他们应该将这些钱拿去 投资在新的投资上面 但不是 美国的企业拿这些钱做什么 它拿来买回自己的股票 那就是会捐说话说 同一间公司 本来在外面有100股 你去买10股回来 外面有90股 你公司赚的钱 无形中就会 估大了10% 因为你的股票股数少了 同样的钱 除一个小的数字 那你当然那个利润好 所以他们会觉得 公司的利润好 那公司利润好 所以它的股价会上升 准备了什么人 当然准备了华尔街的人 华尔街的人 就可以 这个股票又升了 这个股票又升了 用这个方法 而呢 在美国的CEO 就是行政总裁 他们很多时候 就会和那个董事局 董事局主要就是股东 有一个协议 就是那个employment contract 如果我在我管治之下 你那个股票上升多少钱 你要分多少红给我 那这个 听来很适合 你公司做得好 股票上升 当然应该 奖励那个CEO 但你不要忘记 他的用的手法是什么 就是靠买回你的股票 的钱是政府 是政府 遵纟 或者救市遵纟 他们在这些钱 而不用来社交 做投资 而用去买回股票 使得股票 看来好像高了价钱 对整个美国的一般市民 这件事是没有帮助 华尔街的老板们就很开心 因为你的股票贵了 你还没赚到钱 但实际上 把生产搬到其他地方 对美国整个经济来说是没有好处 因为使得很多美国的中下层 没有办法可以享受这个红利 这个所谓范园的红利 其实这个没有范园的红利 因为你只是把自己的股票炒来炒 用这些手段 搞到股票看来好像好了 其实你的生意没有变 你只是把同一个数字 除了个小数 另外一种东西 现在美国的通胀 亦都出了手脚 以前通胀说 我有一男子的货物 今天要买多少钱 明天要买多少钱 看看变了多少钱 这时候可以计算通胀 现在他们计算是这样的 一男子的货物 如果有一样东西贵了 他就去找一个代替品 便宜过这个代替品 便宜过这个代替品 当然你找一个便宜过这个代替品 便宜过这个代替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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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胀就很厉害 而我刚才说到就是 那个 participation rate 只有2% 那实际的 employment rate 多少呢 有人在这篇文章 有人说过 他们做一个长期的调查 现在大约是20% 那差不多 你60多个%的人 就有参加经济活动 那20多个%的人 就是unemployed 想参加 没有参加 另外还有10多个% 就是我刚才说的 那些学生 退休人士 病了 之类 想参加 没有参加的人 差不多 那这个就比较上一个正确的 美国现时的经济 那美国现在怎样可以撑住这件事呢 那我都说了很多次了 就是 因为美元是国际的两样东西 货币 和 是 储备货币 所以这些国家一定要储备 美元 那因为这样 美元有 demand 有需求 有需求 自然可以保持 保持价钱 但是我看回 现在这几年 特朗普之前也是 这几年 美国政府做的事是做什么呢 他就是将 很多人 推离开这个 用美预作为 储备货币 和交易货币的 系统里面 为什么 第一 第一 现在 美国拿货币作为 它一个 武器 贸易战的武器 如果 譬如 伊朗 这样说 伊朗 不听话 于是 经济制裁 又拿 银子来 将别人的资金 凍结 又 不让他的银行 用美预 和其他银行交易 和其他国家银行交易 那怎么办呢 伊朗要生存 于是 那我就不用美元 把地盘减少了 他最错 我和中国打贸易战 不和中国打贸易战 不和中国打贸易战 中国还拿着 差不多两兆的美国国债 兼格美元 现在你和我打贸易战 我随时被你冻结我这两兆的美元资产 那中国共产党会怎样做呢 如果是你 你会怎样做呢 那当然 那当然 快把这个 换了 换了 换了什么 要找地方摆 这些钱 你现在两兆 有很多钱 你要摆在哪里 几个方法 大家都知道 应该 就是 中国现在 买黄金 那其实呢 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 印度 中国 再加上 地最大的国家 俄罗斯 这三个国家 不停的买 实金 黄金 黄金价钱 当然不高 千多美元 一盎司 如果 这三个国家 拼命买黄金 没理由 黄金会这么便宜 原因是 原因是 华尔加那些人 不让黄金升价 所以 一美去 炒黄金 炒低它 其实这三个国家 可以便宜黄金 是吧 这是第一 这些国家 尽可能 尽快将 手上拿着的 美元 或者是 美国国家 债券 脱手 换了一些 实用的东西 这个 一样 第二 我们知道 中国搞 那个 亚洲 基础 建设银行 这个 ARIB 就不多 60 billion 暂时 收到税 和 2 trillion 比 但是 这个 建设银行 只是作为 seed money 之后 再用 seed money 去 吸引 投资 吸引 什么 又是从中国 拿出去 于是 通过这个途径 中国 把他手上 握住的2兆 美元 用了 变成了其他 国家的 基础 建设 而 换取 这个基础 建设的一定 时间的 收费权 没有所谓的 99年 再给你 那 你个人也差不多 很难 对吧 很多时候 这些投资 可能 不着数 没有钱赚的 没有钱赚 总好 你的钱 变成 没有用 变成零 对吧 所以 赚不赚钱 没有所谓 还有一个 我在你国家 帮你起基础建设 不多不少 你的人民 喜欢跟中国人 做生意 我们的中国公司 顺便跟进去 做生意 赚你的钱 中国人最厉害 做生意 就赚你钱 有什么不好 而 尽快把这两兆的钱 转了 做 实物 黄金 白银 或者 人家的基建 没有所谓 总之 要尽快转 两兆 实在真的很多 没有那么快转 所以 我经常觉得 美国经济 微临 到现在 目前 微临 因为中国 还未曾将 那两兆 用了 但现在 美国的政策 就是 迫你中国政府 和俄罗斯 走得很近 现在 中国政府 跟印度 在说 搞一个 他们叫做 RECP 就是 一个 regional 在 Pacific region 的 free trade zone 我不相信 会用美元 结算 当然 今天 中国被西方摸黑 很难用人民币 结算 因为 人人都说 中国共产党差 最好 compromise 一人一半 用你的和我的货币一起结束 你一半 我一半 OK 你记住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国 就是说 最多人和最多人做生意 就是说 通过这个一人一半 中国会有大量人民币流出去 这个要小心 你不要留得太多 一定 不要 好像以前几次金融风暴那样 被一些金融大鹅炒起 但现在中国的经济体够大 我不相信那些金融大鹅可以炒得它起 所以现在中国开始慢慢 将人民币向外流 当人民币可以像美国那样 靠印银子来买人家这些值钱东西 这个世界就变了 这个世界是未来的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未来的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 你手上那些美国国债之类 很多的话 我劝大家慢慢慢慢把它 换成一些实物 换紫黄金都没用的 所以你不要换紫 换一些实物 买地好 买工厂好 买楼好 不喜欢换实物 那就长远计 这个市场一定有上有楼 所以如果你说 OK 我听到你说 我现在买工 明天就跌了 千万不要这样 做这些决定是你自己的事 你不要 听一个在网上 你不懂的人 乱说 你就走去做 我只是想你考虑一下 我只是说说的 有没有理由 然后你自己 拿来的主意去做 你应该做的事 那这篇文章 我大约就将 他的概念 告诉大家 不是我的了解 全部都是 我由这篇文章来的 我只是尝试解释给大家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直接去看这篇文章 它是英文 但我相信很多 识听我 还有广东话的人 都可以听听英文 对吧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OK 拜拜